安雪晨没了以后,西林春把他种的爱情树移到自己的住处来 七年过去小树茁壮成长,西林春的美貌有增无减 从土气腐素的淡粉色宫女服,变成了气质浅蓝色 爱情树也变成了西林春的许愿树 什么都在变不变的是,荣光海一直默默守护在西林春身边 七年来西林春一直对安雪晨念念不忘 无数次让荣光海升职加薪远离后宫 他却始终不肯离开西林春 让我代替雪晨照顾你好吗 我不会强占他的位置,你可以想他,可以做跟他有关的事情 荣光海甚至为他学会了长相思 这么帅气体贴善解人意的荣光海 西林春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 安雪晨没了,西林春帮皇后进烟 经常出宫亲自打探烟贩子的消息 这天西林春被烟贩子发现了 追到码头,他随便躲进了一个高大男人的怀里 跑过了一劫 快追,快追,抓住了,那边 没想到抬头发现,对方竟是安雪晨 走了 安大哥 跟错人了 还没等西林春再多说一句话 安雪晨就跑没影了 西林春累崩了 他不知是真人还是幻觉 这幻觉吗? 还是你怕我有威胁,故意献身来救我们 掌握了烟贩子的活动时间 皇后夸西林春干得好 见他神情恍惚 皇后提醒他 荣光海为了在他身边 没有参加这一届的舞举 因为考中了他就成了外臣 不能再入内庭后宫 虽然是安雪晨的亲娘 但皇后希望西林春真心眼前人 西林春被荣光海感动了 但他心里只有安雪晨 他不希望自己耽误了荣光海的前程 荣光海爱惨了西林春 情愿就这样没有名分 一直守着他 七年过去了 西林春一父一母的妹妹 幸而长大了 继父父女俩都不是好东西 两人好吃懒做 全靠西林春妈一个人洗衣服养家 一个偷她的钱抽大烟 一个偷她的钱出去挥霍 这是我辛辛苦苦给人家洗衣服挣的钱 父女俩良心被狗吃了 为了偷钱把她打伤了 没一个人回头照看 幸好西林春在荣光出入自由 能时常回家补贴母亲 穆章鹅手下的儿子郁太 从小不学无术 钟情信儿 一直希望靠卖大烟挣钱 结果天天被父亲追着打 皇上禁烟力度大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直接砍了两个贪官的脑袋 人哪 把这两个贪官拖下去砍了 朕的今年决心一下 没有什么可以瞒得过朕的眼睛 要是不怕死的尽管试试 把大臣们吓惨了 尤其是私底下贩卖鸦片的穆章鹅 皇后的情报立了大功 让皇上看到了大清光明的前景 他更加宠爱信任皇后 皇后恨极了鸦片 为房纸应一条事 皇后带领后宫结衣缩食 为战士筹备军饷 好 那咱们就来一个夫妻同心 吉利断金 因此太后的兽弹也有从简 怕太后气了个半死 突然四阿哥打破了一个花瓶 这个女人她怎么了 她非要鼓动皇上跟洋人打仗 她是怕哀家真的不敢拿家法制裁她是不是 太后把对皇后的气撒在四阿哥身上 哎呦我的小祖宗 这可是老佛爷最喜欢的花瓶 四阿哥好歹也是自己的青孙子 太后却不把他当人看 让他滚出去 哀家告诉你 以后没有哀家的吩咐 不许踏进祠宁宫一步 出去 太后真是目光短浅 人家可是下一任皇帝啊 竟非见缝插针 她一直为自己的六阿哥筹谋 想把儿子推上皇位 因此趁机挑事 说皇后故意让太后难堪 竟非夸下海口要帮太后大办特办 把她的寿担扮得风风光光 为了搞钱 竟非私下找到穆章阿 想跟他重新开始做鸦片生意 穆章阿心存戒备 竟非表示不计恨穆章阿 而是把亲爹的死寄在皇后头上 如今皇上只有四阿哥和六阿哥两个皇子 竟非希望跟穆章阿合作 好让自己的六阿哥当上太子 六阿哥也渐渐大了 太子之位只有一个 本宫以后仰仗大人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七年过去了 当初那个被竟非抢走儿子 在冷宫里凄惨度日 后来又逃出宫的弃妃兰轩 又回到了京城里 现在的他风光无限 成了妖缠万贯 腹黑凶狠的大当家 他掌管着京城一代洋人的生意 就连穆章阿搞钱都要求他同意 千岁红的老游成了兰轩的管家 兰轩出手阔绰包下了当初的暴月楼 穆章阿讨好兰轩想靠鸦片发财 兰轩直接拒绝 掉脑袋的事不做 穆章阿到处有竞飞娘娘坐靠山 如今的兰轩可不是当初的那个小白兔 宫里的娘娘要什么有什么 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去犯大烟呢 宫里的娘娘未必像大当家的想的那样 他逆袭回来就是为了报仇 也是为了儿子 兰轩立马提出要亲眼见见这位竞飞 儿子 额娘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你当真额娘 兰轩扮成宫女入宫 当初那个墙包里白白胖胖 刚生下来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兰轩不禁悲从中来 我要走了 我要去玩了 景真一转身看到黑话归来的兰轩 吓得要命 兰轩趾高气扬地瞪着景真 眼神充满杀气和力气 景真慌了连说话都在发抖 生怕四阿哥的身世和自己的诡计被揭穿 他赶紧遣散所有人 景真质问兰轩回来干嘛 你这次回来 你有什么体度 兰轩笑了 和你一样 想帮六阿哥登上皇宫 景真小瞧兰轩 觉得他没这么大的能耐 就凭你 兰轩炫耀自己的财力 你这是在拒绝一座金矿 今日的兰轩和以前的兰轩不同 景真一边心动一边担心 还怕六阿哥一旦成了太子 当了皇上被兰轩摘了桃子 恐怕是你想利用本宫的关系 得到太后的皇冠吧 谈完景真让兰轩赶紧走 生怕他和四阿哥接触 母子相认 兰轩帮四阿哥捡球 两人面对着面景真如临大敌 吓得赶紧让四阿哥去学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